接下來就是 假設我們今天做結構計算 我們一開始我們先輸入一個 一個晶體的這個模型 那這個晶體模型是我們先猜 那不一定是對的 那把晶體模型先放入之後呢 因為晶體的模型跟 實際上你今天得到的證明 它其實會有一些倍率跟高度的差別 所以我們會先把這個 背景值把它頂高 或是降低 然後呢 乘上它的這個倍率的問題 叫Scan Factor 然後呢 去對對看 是不是跟我們Sense一樣 如果是 當然就解決完了 那通常會這麼順利 如果不是 我們就會再去算 金額常數 因為金額上面想找勝負的位置 或者是說你放樣品的時候 這個Z軸品牌呢 跑掉了 這個地方是最佳的時間去處理 如果呢 就是我們的公設有的這兩個 如果呢 你這個常數 你的這個零點位置就是樣品牌高低 對了 可以解決完了 不對 繼續 我們試試擾色風的風型 用的函數高斯 螺旋支 或者是兩者文的函數 或者是其他的PSM函數什麼的 我們就去擬合他的風型 那風型 擬合完呢 覺得OK了嗎 好 可以結束 那不OK呢 繼續 我可能會影響強度 影響相對強度 影響這個老色風的零數 還有什麼呢 我可能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原子位置 以及熱導動因子 上課的有上課的 結構因子 熱導動因子 那弄一弄 解完了嗎 OK 如果是就解決 不行的話 你就這樣再繞圈 既然大概是這樣的繞圈 但是也不一定要依照這樣的順序做 這樣的一個繞圈 通常只是第一次 我們會先全部都走過一遍 之後 它到底是哪個因素影響最大 哪個因素影響最大 直接針對面出去修正 不一定 你可能直接跳到這一步 不一定要這樣繞圈圈 直繞圈圈是一個 通常一般我們會這樣讓它走一遍的一個流程 所以呢 我這裡畫了一個圖 大概跟你講說 假設我們下次去做結構精算的時候 它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你看喔 假設黑色是直繞圈 紅色是我們現在的模型 給它那個女兒子 就像我們等一下 你會有Excel去做出這個 導色補圖的話 一開始 比例這兩個差很多 包括背景 對不對 背景值不一樣 包括這個對應的風值的位置都會便宜 那我一開始就把它疊得差不多 疊得差不多 然後呢 再開始 去調整 經過長數 把它你看 主要可以經過長數跟零點 調一調 位置好像對到了 可是位置最大呢 你可能風型對不到 所以我們繼續調整風型 讓它長得差不多 最後呢 也許可能還有一些強度上的不一致 所以我們要去調整原子位置 還有熱導動音質 所以我們最後呢就長得會很一致了 所以剛剛這樣繞圈 其實大概就是 會看起來會長得像這樣子 大概 我們下次看到就看到這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只是會讓你做紅色這個東西 紅色這個東西 好 那這裡頭呢 有幾個參數 下禮拜你會看到說 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叫做擬合的好呢 其實呢 我們數學上有幾個參數 會讓你知道 那第一個 那禮拜 可能可靠度因子 可靠度因子 可靠度因子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 假設你做了一個模擬的浮圖 Ubserved呢 就是實驗值 IO-IC I 這個IS 每一點的強度 Tusita 任何一點的強度 都把它算在裡面 所以不一定是找空間位置 因為 你不是找空間位置 也會有強度嘛 對不對 所以IO-IC 這個筆子 這個總和 總和的筆子 叫做RP 那 IO-IC 的平方 然後這個 W是加全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 想要在什麼地方加全呢 在游泡色度的位置上加全 在游泡色度的位置上加全 這個加全系數 如果把它討論進去的話 這樣子呢 算出來這個RWP 那 RP和IWP 不一樣的地方在什麼 在什麼呢 這個因為有加全 所以它告訴你說 你在老生活 你要用算得更好 那其實這還是我們的重點 對不對 你不是背景都算得很好 那沒有用啊 對不對 那不是你真正要的 那個金屬的模型啊 好 那第二關呢 叫做 Ti-square 另外常用的參數叫 Ti-square Ti-square的意思 通常就是說 一個重要值 叫做Footness of Fit 就是你Fit的有多好 好 那這個詞呢 這三個詞呢 是我們常用的 用來看看 你拿著好不好的一個參數 通常啊 通常啊 我們會希望RWP RWP小於65 RWP小於9 那這個 Ti-square希望盡量拿小於2 這是我們一般的希望 但是呢 是數學上要到 要這樣子的話 你模型要對 實際上來說 你做實驗的時候 假設你做實驗 當時做實驗 你要把這個 呃 實驗做好 譬如說去得很毛 很毛的話 這個RWP 就會很醜 就會很大 你怎麼樣明白 會不會太慌 就毛毛的 毛毛的 你的理論線 當然是一直線啊 對不對 你撿起來就有很多叉子 對不對 所以你實驗不做好 這個不會太 那一般我們去做發表的時候 這個詞 當然是我們公認 就是說 如果你能不能 理合到這個詞 基本上你的模型 就比較會被人家的示意 如果你能比這個差 你跟他說 你實驗沒有做好 所以有一個 著色都藏在那個毛毛的裡面 對不對 你也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啊 好 所以呢 這是這個 這個參數的意義 OK 那所以呢 剛剛呢 這個軟體的 這樣的一個介紹 你有沒有在下個範 讓你沒實際去做那個軟體 那我們 先把這個 相關的這個 理論的部分 以及說 他可以做什麼用處 那這就是一個擬合的一個例子啊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四字呢 是你去做X光擾色的實驗值 然後對這個一杯紅色的四字 然後對這個一杯紅色的四字 我剛剛講的龍毛的意思 你講這樣子啊 有沒有 我的軟體只是綠線 可是我這個上上下下 那撿起來呢 就有一堆這種上上下下的差值 那這個差值呢 就會造成你的這個 reliable factor比較大 這樣比較不好 好 好 那實質實驗值 綠色呢 就是我們的擬合值 擬合值 擬合值就是我們去用精力結構 把它模擬出來的 擾色風的樣子 那像一片射短線呢 就是預測擾色風要出現的位置 那這個 實質的就是擬合值 我們觀察值 然後就十字跟綠色的下跡 就是綠色的東西 所以可想而知 這條線越平越好 對不對 像是直線 那一直線 你大概也不會相信 對不對 哪有這麼厲害的 好實質 實質小話講話出來 對不對 那你不會一直線就很奇怪 好 那你要來做 跟於精確的金額倉數 所以ABC 然後呢 精確的金額倉數 intention不見 好 那金額倉數你看 我們通常的 一般的這種擬色圖的表示法 我們看到5.29966 刮到15 什麼叫刮到15啊 刮到15就是代表 這個66這個位數啊 那正負15 所以事實上等於5.29966 加減0.00015的意思 這樣感覺意思嗎 刮到裡頭幾位 就是那最後那幾位呢 要把它加減那個數值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 比如說像這個 7.40131 刮到射 事實上是多少 事實上是7.40131 加減0.00022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ABC 這樣表示的時候 他們講的意義就是 反正就是 那最後那幾位 的正負號 這樣子 好 那你會知道 金額倉數 精確的 含L8 那你也會知道什麼呢 這些原子 像我這個是TPMO3 這些原子位置 它在一個金額裡頭 它所佔有的分數的位置 就是你把所有ABC 都當成1的話 像這個 某就佔1.000的位置 你就知道說 彈簽的A軸佔一半 對不對 BC軸 都是0的位置 這樣就很會理解了 然後它的熱導動因值是多少 乘出因值是多少 那它的佔有的比例是多少 這就是它會告訴你的東西 那通知的東西 比如說有人就會問啊 我相信很多同學 以後去做材料的時候 就是 老師問你說 這東西掺杂進去了沒有 掺杂了多少 很多人在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你就只能靠這個計算法 告訴你說 有沒有掺杂進去 掺杂到哪一個原子位置 掺杂了多少的比例進去 這是一個 這是另一個 這是比例詞 這是很早很早以前做的 這也是 你看到這個突進來到160 剛剛這個跟這個 都是中指 它不是X光 不過都是用這段計算的 那所以你給它160 如果要是我們學校這個 Xray做到160 你就會被打死 因為它X光是125 超過150 就撞在一起了 那沒辦法 好 那這裡也只是另一個 反正你還告訴你說 它的空間群 它的結構長什麼樣子 那解完之後 可以畫附列圖 如果是X光 就是電子密度 如果是中指 就是閃射密度 它就沒有意義了 如果是X光 它才有意義 如果是中指 它應該是跟核閃射 所以出現是核閃射密度圖 不過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到 上次不是有講嗎 空間群是什麼 我們說 假設今天這個材料 這個材料是Fm 剛好是Fd Fd-3m的話 依照上次講的 什麼叫F 一個面 面中間有一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整個面 這是一個單位金格的面 正中間有一顆 對不對 面心有一顆 然後呢 d d叫做鑽石滑岩 也就是說 岩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滑了一顆 所以你看這裡有一顆 同樣的正位置也有一顆 假設這整個是金格 的話 這個長庫是四分之一 有沒有 我們畫一二 一個區域 兩個區域 三個區域 四個區域 我從這邊走到這邊 是整個四分之一的區域 對不對 就是d 負三 這三重式旋轉 屬於Posting的區域 你看 這個A1 對於到A2 對於到A3 那這個 這個A1 大 藍色的 對於到這一個 是不是每個轉120度 都對得到 對不對 然後M呢 近色 沿的意義 把他畫一條線 你看上面跟下面 是一模一樣 就是近色 近色 所以呢 我們做完了結構計算 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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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一個MOM的材料 就是有機 有機骨架 金屬 有 Metal Organic 有機 金屬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有機金屬骨架材料 它是一個高分子材料 那我A2打完之後呢 我可以看到說 做電子離度圖 我可以看到 這個材料 從上面看 沒有洞 側面看 沒有洞 正面看 有一堆洞 有一堆洞 那你看TEN的影像 硬頭的確 有一些洞在裡面 有一些洞在裡面 所以呢 一樣 我可以用這種東西 來做出電子離度圖 你可以用來 表現你的結構的樣貌 這是真實的樣貌 十空間的樣貌 好 那再來呢 這個 這要講一下 那這是某一個材料 也是 我們上次剛剛講的 這個 1比1比3的材料 其他就是 ProSky 現在ProSky很紅 對不對 做Solar Sale 但是以前的ProSky 呢 我們通常指的是 礦物 礦物的一種結構 那這種ProSky 呢 是巨石 糖石屬材料 叫做鮮 那以前這個 這個材料 當然常常會做很多 很多材料的參雜 比如像這樣子 藍貝 蒙 這個 魯斯英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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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好 我做這個材料的參雜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還要參雜進去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參雜進去 參雜到什麼位置 第三個問題 好 參雜進去之後呢 然後它的排列 是有序的 還是無序的 這樣有三個問題 因為這三個問題 會告訴你 會讓你的材料性質 完全都不一樣 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再來看 我來舉 這裡頭舉 上面跟下面這兩個例子 上面這個經理結構 叫Pm3m P 你就想知道 什麼叫P 就是一個U1線 一個單位的化學式 叫做P M3m 剛剛講過了 好 如果它是Pm3m的結構 它的原子的排列 會長這樣 比如說這個綠色 就是藍跟背 對不對 藍跟背 同時佔據同一個位置 但是在佔據方法 是什麼樣子呢 它是隨機佔據的 比如說藍背 背背 藍背背 藍背 藍藍背 就是很隨機的 只是說這個位置 佔據 依照經濟這樣的周期性比 它這樣佔據的機率 是二分之一 這叫做Atomic Disorder 就是所謂的指無序排列 好 好 那像這Fm3-3m呢 假三型的這種經濟結構的話 它的排列 就是有序排列 比如說 藍下一個一定要是背 背下一個是要來 所以藍背 藍背 藍背 絕對不是隨機排列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會形成Fm-3m的這樣一個結構 就是面心 面的中心 有一個科技的結構 那這個結構跟這個結構 差別在什麼地方呢 像有做你的模擬五圖 如果你是Pm-3m 就是所謂的原子隨機排列的情況 它的老抽比較少 如果是像這樣有序排列的話 它一次就多一系列的這個老順風 一次就多這一系列的老抽 所以譬如說 這種情況發生什麼呢 譬如說 常常有人做In-case 對不對 In-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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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還在參雜 對不對 In-case 對不對 參雜這個東西 好啦 你參雜的東西進去之後 問題就來 這樣 到底像這樣的參雜形式 還是這樣的參雜形式 你不知道 你去打X類 如果你沒有學過經濟的知識 你不會經過精算 你看到這一系列 這全部都是雜質 其實你已經結晶了 你不知道你長的經濟 你結晶而且是長得非常好 這種是長得比較好的情況 對不對 它才會藍背藍背 有序的長 對不對 結果你就說 老師我長你長了雜質 就把它丟了對不對 那以後呢 通常你有新手運嗎 長材料都有新手運 以後都只能長到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老師就跟我說 欸 有沒有辦法長這樣子 再也長不出來 好 所以 有時候你看到多一系列的 它不一定是長雜質 尤其你在做參雜的時候 它可能是形成有序結構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這個東西 像上面這個 就顯然沒有新手運 然後 這個長起來就是 上面這個例子 對不對 它不是下面這個例子 所以 你會結果結合經濟 他會告訴你很多事情 到底是長的什麼樣子 當然也有真的是長的情況 好 所以呢 剛剛這個例子告訴你說 我的確 用它來配分別我的材料 到底長的什麼樣子 真的很重要 又在做參雜的研究 相關研究的話 但是它也有它的極限 有什麼極限呢 像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銅鐵錫 它其實是所謂的鐵基超導體 如果這兩年 稍微配一下科學的新聞 就是說 有一個很熱門 其實就是吳茂坤 老師他研究了一個題目 叫做鐵基超導體 一般超導跟體是不相容的 尤其是鐵磁性 可是這個材料很有名 因為它還有體 結果它就會超導 那 所以大家就開始去做一個實驗 就會想要把這個體做一點置換 換成其他的元素看看 所以這個呢 就做幾個實驗 銅鐵錫 銅 然後把部分的銅用鐵去取代 講反的 把部分的鐵用銅去取代 就銅多一點 就相當於C1.5F1E0.5OSE2 或者是 這個是 應該一直講說鐵銅錫 就是把鐵呢 多一點 然後銅少一點 或者是 這個 這兩個材料一樣 好 沒關係 總之呢 就是 有這四種的取代方法就對了 好 那這四種取代方法呢 用X光去做老色分器 可不可以看到差別呢 我們來看這張圖 大家仔細看 黑 有強度上的差別嗎 仔細看喔 基本上 完全看不出來 這個差別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 銅鐵 它的圓體區太靠近了 因為太靠近 平方之後 你的差別 就不大 所以 去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比如說 老師跟你講說 同學啊 你去打一下 試試看 他到底是哪一種 你就要 跟他講說 老師 根據靜體老師的學學 他是分不出來的 你不要 拿這個東西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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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不出來就分不出來 實際上就真的分不出來 這是我做模擬的 就是說你換了這些字 換了之後 因為圓體區太近了 真的分不出來 所以你不要靠別的技術來分 比如說靠粽子 拿什麼的之類的 所以這只告訴你說 雖然餐渣你可以去做相關的研究 可是呢 萬一你圓體區太近的餐渣 你真的是分不出來 真的會分不出來 好再來這也是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是在 他在 試乘的過程中 夾長是 這個 MFE204 這個材料叫做Spinnail Spinnail 我忘記中文叫什麼 不知道怎麼翻 基本上這種材料 就是214的這個系統 那這個材料呢 有很多用處 比如說 你也可以用來做除氫嗎 之類的用處 好 那他想要長的樣子 長這樣子 簡單講 他的目的是長的這個樣子 結果一出來 欸 我們剛剛講 綠色是你兒子嘛 對不對 綠色只對到這幾條 那他又沒有對到什麼東西呢 就這個 你看這下面相減的詞 那他製作的過程中 他用了一個原料叫 F2O3 氧化鐵 結果呢 我們就是測試了 把氧化鐵放上去 欸 他完全對到那一些 對不到的 所以告訴你什麼 你做的時候 氧化鐵太多了啊 對不對 好 那太多的話 你都把它改進 就放少一點 那要少放多少 要少放多少 這是問題嘛 那你就說 欸 那這個問題 我丟給選定好 選定去試試看 現在少放十分之一 少放二十分之一 總有一天 這一堆品會不見的 對不對 啊 就是這樣子 總有一天 會做到對的嘛 對不對 啊 不用 不用這麼苦難 這時候就要展現出 你是一個學長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跟他不同 住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先要先去做 然後過兩天 再決定說 我們已經算好了 你不需要這樣去做 我們可以用這個 GISUS這個軟體 直接去理合 告訴你說 這兩個比例是1比1 比如說像這個答案 大概就是1比1啦 也就是說 你在做材料的時候 你原料有沒有 FE203 你少放一份就對了 你少放一份這一個 就完全不見了 因為這太多人是沒有反應完 很明顯嘛 對不對 那也沒有其他反應生成物啊 就算反應太 放太多了 所以你少放 少放就可以了 那你怎麼知道 你少放就可以了 我們去結構健康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說 你們下個禮拜 你可以同時擬合兩個象進去 把兩個象放進去 那這兩個象呢 你怎麼知道 象的比例是多少 我們上次有講過 我們的強度是由 第一個CC跟遺跡參數 這遺跡參數 可能是因為你S1的動力高一點 穩定一點 你用同步證做 用三樣S1做 三樣S1可以告訴你 電壓 接球比較大一點 或小一點 這只是一個比例常數 但是粉混在一起之後 它所貢獻出來的 老色的部分比子 就是S1跟S2 混在一起的時候 它給你的老色強度 比例跟你的比例 證明你的比例 不會混在一起 它比例出來出現 不會的 所以這S1跟S2 我們考慮一個 INICELL裡頭 比如說這裡頭 像個例子 像這個M0.6 ZN0.4 ME2O4 這個東西 一個INICELL裡頭 有八個單位的化學式 那ME2O3 它一個單位進入裡頭 有六個單位的化學式 所以當我擬合得到 S1跟S2是 比如說 0.1489比0.1860的時候 我們這個數字 前面這個數字乘以8 後面這個數字乘以6 就是你真正 幾個莫爾比 幾個莫爾比值 所以大概就是1比1 就是得到一個莫爾比 得到一個莫爾比 我們可以真正知道 它有多少個莫爾比 然後呢 再一次調整你的製程 對不對 一段反正就知道 少放一份就對了 就解決問題啦 對不對 所以你還在那裡 配到百分之20的 百分之30的 不跟他講 他配到百分之80的時候說 欸 你現在一定會成功 我保證 以我的直覺對不對 其實我已經搞定了 就這樣子 好 再來還有一種情況 這是經驗團 就是說你們去做這些事件的時候 這個材料是錫 簡單講就是錫 那錫這個東西 這是奈米錫 那錫這個東西它很軟 其實你會用到你的材料是軟材料 那你軟材料去打X光瘦 上次不是有說過嗎 OBO叫你把它壓一下 把它壓扁 有時候壓扁就壞事情了 為什麼呢 錫酸 你做有機的最慘啊 錫酸軟 畢竟是金屬嘛 對不對 但是也沒有轉到什麼程度 這個告訴你喔 你看喔 這是標準的導色風 標準的導色風的樣子 那如果說 把這個錫粉一壓 壓成這樣子 這個錫粉一片 哇 變成怎麼樣 其實看第一個 200這個導色風 本來這個比他還高 對不對 壓完之後 變成這麼低 不只200 你看這邊還有400 這有400 這邊 40的風也掉下來了 所以你壓的時候啊 會發生什麼事情 某些晶電被你壓 它就轉開來了 但它轉開來的時候呢 你X光一打 就看不到那個面 現在貢獻的強度就變低了 然後呢 我做實驗的時候 假設你不會結構精帥 你不會算 這叫preforestation 就是優選景象 你不會算 哇 這材料變直了怎麼辦 壞掉了 就丟了吧 那你發現 做100次都會長這個樣子 你去一壓 它整個找勝負就不對了 所以如果遇到那種軟性的材料 你做有機跟軟質材料 X光一壓 有時候你發現 這個老實說不對了 變得不一樣了 它不是壞掉 不是被你玩壞 它可能是有優選景象 而且你會去估算它的比例 好 再來呢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我們得到這個結構精算 得到最簡單的 通常你們會用到最多的就是 金隔常數 金隔常數的地方 可以告訴你一些事情 那這只是一個例子 這是某一個 這是鷹的 鷹的奈米顆粒 鷹 鷹這個奈米顆粒呢 因為說鷹它可能會超大 那我發現這樣奈米顆粒 因為鷹是一個 這個鐵穿熱能的結構 就是它是一個長方形 A比例 你不能吸 所以呢 遇到這種材料 或者遇到 你知道遇到以後 你們做材料的時候 遇到海撒克馬 或者是六角形 或者是長方形 或是鐵穿熱能的時候呢 通常你的固性 都會跟你的CA比值有關 有的是AC 有的是CA 隨便你都可以 六角形啊 跟這個 這個 這個 長方形 這兩種金型的 所以我們會發現 這個鷹的這個奈米顆粒啊 如果我們看它CA比值 做的奈米顆粒 它CA比值會長的這樣子 那長這樣子的時候 發現它竟然跟超導溫度 的樣貌有點像 所以以前 你看到它這樣變 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給它 Finniglis formation 掉下去就好啦 對不對 現在你就知道 喔原來它的超導溫度 是被這個CA比值控制的 就知道有一個這樣一個關係 那 當然做奈米顆粒 像這個金的奈米顆粒 越做越小 它就金額好像越來越大 為什麼 因為金的外面的聯織 它跟人家不能見解嘛 就變得比較蓬鬆 對不對 像爆米花一樣 不然它外面不是比較蓬鬆嗎 所以你平平常說 欸 越小就越來越大 那這個呢 你可以做變溫的 變溫的X1% 看到金額上次的變化 你可以算很多東西 假設你固態入學區 你覺得OK 它會告訴你一些20 非就是 Nharmonic的一些震動 它的那個系數是多少 它的能量是多少 有時候 你要算到 導電 或是熱轉 電升教會 作用什麼的 都可能會需要這些參數 好 那還有一種 像我的系上 有幾個老師 拉曼 對不對 拉曼褲怎麼這樣子 那做這個拉曼褲 做了就做了 我只是用來建定它這個材料 哪裡有那種拉曼褲啊 對不對 那事實上呢 這個東西也可以 用X1%的結果來看 那這一個呢 這也是E3這個材料 那這個材料 這個拉曼褲褲長這樣子 假設 上下可以對起來 所以這紅色這個 可以對應到這個褲 好 那我現在對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情 下面這樣盾子上面 插在什麼地方 我的X1%都是一樣 或是有多少的拉曼褲褲 拉曼褲褲就是 就是晶體震褲 簡單講 就是你們力學學的 彈簧串在一起 串三個 對不對 串成三角形 串成正方形 他的震褲褲 他I跟 本真頻率是多少 那個就是拉曼褲 如果你力學 還 還想得起來的話 對不對 或者這裡是你們 微微想得痛不過去 對不對 那個彈簧震褲 就是拉曼褲 只是你現在的彈簧 是晶體有能力常數而已 好 那我們學會在這邊 我們發現 這個磨怎麼這樣扭來扭去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呢 我們來看 那當然這旁邊就是晶體震褲 扭去的各種扭去的這種震褲褲 那當然震褲褲 有人會算 我們發現震褲褲對應到的是什麼呢 比如說像這個紅色這個東西 黑色的東西是拉曼褲 隨著什麼呢 溫度的變化 因為像是溫度 對不對 紅色呢 紅色對應到的是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像這個紅色對應到的是 這裡頭的這個角度 這彎曲的這個角度 所以彎曲的角度 就對應到這個磨 那這個磨呢 對應到的是 底頭的東西的建材 兩個影視的 這個呢 是 這個我們一般來稱作 它有兩個磨叫呼吸磨 對不對 呼吸磨就是一起膨戰 不會吧 好 然後回到這一個磨叫 好像是一個磨叫 那麼多的 那些磨叫